Hello,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注册自制无人机 首先我们先搜寻民航局 然后我们点选遥控无人机管理系统 进入后依照你个人的需求选择登录的窗口 我个人就选择自然人 如果你是第一次登录的就选择健保卡登录 那如果你已经登录过,我们就选择账号登录 输入完账号后按登录 如果你是要注册一般市面上的飞机 可以去参考我之前的影片哦 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 然后选择遥控无人机登录及检验系统 选择登录未达25公斤的选项 进入后我们就开始填写它上面的资讯 选择自制无人机 型号你就输入你自己喜欢的代号 你可以取AirGo或是Fly 那今天我们就选择Gap RC的Cinnabar 30 构造就依你个人的选择 那我的是无人多悬翼机 再来是长宽高 螺旋桨尺寸 使用动力 电池 导航方式 卫星系统 最大起飞重量呢 我会测机身加电池 如果你的飞机是允许放GoPro的话 我也会把GoPro的重量放上去 所以我的总重量是0.55公斤 遥控方式WiFi 频率2.4GHz 再来我们就上传穿越机的图片 完成后按确定送出 那我们现在就完成登录了 然后我们回到遥控无人机注册 点选注册申请 看完影片按下一步 回答下列问题后按下一步 然后我们选择新增一笔 它就会跳出一个视窗 你就选择自制无人机 型号就选择你刚刚的命名 序号的地方 你可以打你自己喜欢的序号 那我就打01 选择完后 它会跳出我们刚刚注册的资讯 确认完后我们按确定 选择完按下一步 最后一步就是缴注册费 注册费缴完后就成功啦 之后我也会上传有关无人机的讯息 有兴趣的人可以订阅关注哦 拜拜